世界銀行在星期二的時候 修正了2023年的經濟成長預期 從去年7月的3.0% 樂觀預估幾乎是砍半 已經到了1.7% 這是從2009年金融危機 以及2020年疫情爆發之後 1993年以來最小的經濟成長幅度了 那由於央行升息加劇 俄烏戰爭持續 以及世界主要經濟引起停滯 世界銀行警告 多國已經瀕臨經濟衰退的邊緣 世界銀行在2022年 預估今年經濟成長率可能是3% 但是2024年也有2.9% 但是10號根據現況 立刻就調低了 現在只剩下1.7% 而2024年則是2.7% 另外來看美國 美國眾議院在10號的時候 壓倒性的表決 通過成立中共戰略競爭 特別委員會 這是共和黨掌握眾議院以來的首波表決之一 新任的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指出 這個委員會將會解決諸多與大陸相關的問題 例如將工作機會從大陸移轉回到美國 還有保護智慧財產權 以及將供應鏈移回美國等相關的議題 說到美國呢 副總統賴清德在12月24號參加民進黨主席 這個對人民談話的時候呢 提出了和平保台的主張 他的主張是台灣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 沒有任何一個威權的國家可以來侵略並吞台灣 也希望大家能夠和平相處 而針對這個說法呢 大陸的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 台獨和和平是水火不容的 我們來聽聽看他的最新說法 台獨與和平水火不容 島內一些政客如果真的要台海和平 就應該放棄台獨分裂立場 回到九二共識的基礎上來 不要再當外部勢力反華的棋子 事實上中國大陸在2023年一開年 好像好事都不斷 包括習近平的大國外交 好多國家搶著反華 重啟國門之後菲律賓 泰國 印尼 也都很期待陸客回流 錢力穩郭正亮就分析 2023年這一年很可能是中國 還有美國這兩國的命運逆轉的一年 我認為2023年是中美國運逆轉的一年 逆轉的一年 這非常明顯 因為去年你要知道 美國是因為俄物戰爭嘛 所以美元大漲 然後造成歐洲的錢不斷外流 然後他又趁機暴力升息嘛 升了十七嘛 對不對 那造成了很多他的盟邦的困境 那坦白講這個國家真的很自私 你叫歐洲怎麼辦呢 那日本你不斷的暴力升息 讓日本不得不介入 然後大賣美再來捍衛他的日元 2022年美國雖然是一支獨秀 可是他一支獨秀的很不正當 你知道嗎 這個多賣了武器 多賣了LNG 那價格都很高 然後造成人家的資金外流 企業外流 那這個不是長期做朋友的角色啦 所以我覺得今年大概就是中國大陸 他要展現出不一樣的大國姿態 就是他願意開放他的市場 讓人家有更多貨品可以進入中國 那然後也願意到對方的國家去投資 包括基建還有工業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人家要的嘛 所以你要開放市場 你美國都沒有啊 你美國不只不開放市場 那你美國對外投資的工業 坦白講在基建 在整個全球的範圍內 跟中國也很難競爭 這個就是現實狀況 不只貴啦 而且搞不好沒有相當的廠商啦 比如說全世界前二十大的建築包商 美國沒有半家 再帶大家看這個排名 這是2023年最強護照的排名 根據移民顧問公司第一季的指數榜 我們中華民國的護照 在全世界199本護照當中 排名第35名還不錯欸 而全球前三名都是亞洲國家包辦 日本連續五年榮登第一名 那新加坡跟南韓 因為可以免簽入境192國家並列第二 那疫情視為正常化 重開國門數據顯示全球的旅遊 現在已經逐漸恢復到疫情前的75%了 我們台灣的護照是排名第35名喔 好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呢有飲法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在快點購購買才是最划算的